险些团灭主角团被花精元称作不存在提升 即使是白云真知性也无法单杀 他就是镜中人 老各位先看贴人面板 破坏力C速度C射程B持续立地精密度C成长性异 这里要说一下射程B指的是该提升本身的射程 一旦进入镜子内 它的射程便会达到数百米 能力方面 镜中人可以以镜子为出口 自由的进出镜中世界 并且当达到特定条件后 镜中人便可将敌人选择性的拉入镜中世界 什么叫选择性呢 就是伊鲁索可以选择将目标哪一个部分拉入镜中世界 哪一个部分留在镜子外 其中就包括了替身 也就是说其实只要伊鲁索想 他就可以只把目标的头拉入镜中世界 然后将其暴飞至死 如果不是为了获取情报 福哥和查哥早就被伊鲁索殆杀了 但是要注意 这个选择是具有主观性的 也就是说拉入或留下的部分 完全根据伊鲁索的判断而来 那么如果他没看到或者判断失误 那么很可能会把替身或者具有危险性的物品 一同拉入镜中世界 另外和道德人不同的是 镜子只是镜中人通往镜中世界的一个门 也就是说即使打碎镜子 也不会对镜中世界的他造成任何伤害 更不能把他从镜中世界逼出来 只要他不出来 就算是无敌的白金之星 也不会对其造成任何伤害 有点方面 空间内无敌 自己缩起来几乎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另外如果是抱着干掉底人的心态 能够一旦发动成功 对方基本无法放上 缺点方面 首先前面我们说过 若想把目标拉入镜中世界 首先需要达成特定条件 这个特定条件是什么呢 两步 第一步 镜中人会锁定目标 只有目标可以从镜子内看到镜中人 第二步 镜中人可以在这期间不断靠近目标 若镜中人达到射程范围 目标还没有离开镜子 那能力便可发动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目标离开了镜子反射范围 那么镜中人基本就等于白板 同时和倒点而不同 镜中人只有在有镜子的情况下才能发动能力 玻璃都不行 这范围局限性太大 大多数环境下 镜中人基本都无法主动进攻 最后该替身的面板实在太差 力速双C是个什么概念 它这替身还没有插个本体能的 这是个什么感觉呢 你知道6G舔他R一个11G诺手的效果吗 他们都不行了 这以后